我学堂两个经常吵架 闹嘴斗争 禅当说我们这一开窝就成佛了 什么时候开啊 禅门一柱像 这一柱像烧完了 开了我了 顿炒植肉立正菩提 有这么便宜的事吗 那些那都成佛了 这四界上就没什么纵生了 不是这个样子的 只是他开窝明门 你知道他过去无量节的修行吗 你看他一时不醒啊 因此 作为道友学佛经的时候 要尊重经典 你尊敬三宝 法宝啊 佛不在世了 法宝就是佛呀 你能够把经书当佛看 你对于开悟啊 聊生死 就尽多了 你要恭恭敬敬的 不论哪一部经 我看我们很多的念弥陀经道友 拿起毕头经 甩甩大大的 一点恭敬心都没有 能升极乐四界去啊 我给他下个断语 你对弥陀经都不尊敬 你念的佛全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你必须有个诚恳心嘛 散男子 要用斩插三宝 受报差别者 说我想观察我过去 过去的还有过去 现在未来 现在的有过去 现在未来 未来的现在有三宝 现在过去未来 三宝就是九宝 在加里个根本无名 就十四 一半们都说十四 说想用斩插轮 学斩插三宝也报经嘛 就得先学会用斩插轮 那你把这个轮呢 第一个轮啊 开成六个 六个轮啊 我们那轮一共是十九个啊 这是宣誓六个的 第一轮啊 每一个轮都是四方面 四方面三面写上字 一面空白 空白的意思啊 他已经超出数字了 不在数字之内 所以 就这十九个数字 这个 六个轮 第一个轮 可以一二三 再一个轮 可以四五六 再一个轮 可以三七八九 再一个轮 可以十 十一 十二 再一个轮 可以十三四四十五 这六个轮开始 六十七十八 为什么每一个轮都空出一面来呢 那一面表示 六个轮一起指的时候 全是空白 一字不限 说明他超出三战了 你已经得成就了 不是数字所能占的 所以每一个轮 神口一 就是三个 他说这数字都是表神 可以的 说这六个轮 加起来 都是十八个 这十八个 表什么 表你六根 六成六十 你用斩刹轮 离不开 你六根 六十 六十 三六一十八 你造业时候 不能照三业 那业 只要你一作业 离不开 只四八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